那有臭博说老花依我在水泥地上漆花坛 我怎么样给它搞排水啊 有的臭博肯定是因为 那是为了老花依治死亡去了 这个没有 我跟你说 我们自己也漆了花坛 还是老花依亲手漆的呢 这个关于排水呢 你看看前面我这个 我这个砖你看到没 正好是这种锯齿状的 我们是这样斜的放进去了 这个动不动啊 有点重啊 你看就这样摆进去了这个砖 抱拿 抱拿 你看看这个 都冻了 这边不都有打开的吗 这 能看到吗 就锯齿状 是吧 那水多了能排出来 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个排水 你看我从这给它留了个缝吗 它不就排下去了吗 对不对 来到这边也是一个道理啊 到了这边还不是另外一个道理吗 还怎么排水 你是问的这叫问题吗 臭八 有话说老爷你要在这个水泥地上 我要气个比方说那种 稍微方形一点的 是吧 在这种地方 你要在这种地面上气是吧 气了以后排水它肯定是从底下排出去 要么呢就是你弄个不胀的排水嘛 你给它做一个很厚的这种透水层 渗水层嘛 对不对 然后呢你也得插一个管 不能让它一直成一个水塘子 因为你不是做鱼塘 做鱼塘跟做花坛的区别就是这个了 所以说呢 这么高的一个透水层里面可以放什么呢 砖头瓦块之类的东西 专门用它来储水 明白了吗 所以说懂这个事就行了 这还叫问题吗 臭宝真的是 好了 要不说今天点按关注 需要气花坛的臭宝 准备好饭 老花姨可以给你气 老花姨会气 我是老花姨 一会儿正在意白了臭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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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